好来看看今天晚了啊给大家伙啊再来一个人惹棒球的蓝人一命啊这个蓝人呢好久没见了上一次大家伙见到的时候还是上一次的时候啊我就不多说了啊但是上一次的话应该是我第一人生视角的普通难度蓝人的一臂通关啊我记得没记错的话我好像死了两头命还不死了一条命我忘了 因为确实啊蓝人就比较简单是在于哪呢他可以混他怎么混呢他你你只要选择就是一二然后正摇跳啊后下前跳你就可以选择咔咔咔就是一顿对吧一顿大那个大杆然后撇个雷然后还还没等空中落下来直接就是一个哎一个鲤鱼打挺啊就一个鲤鱼打挺啊所以说这个蓝人呢他虽然说不赖也确实是整体 实力当中的比较比较弱的一个啊也四个人当中他最弱啊但是呢相反对于新手来说只要你把这个CSD呢练好了也确实不是特别难总体来讲呢这个版本呢我还没有解说过来着同时呢咱们是变身版加EV4加X2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EV8版EV8版呢这个版本啊确实是就不用说了对于火狼这种水平来说呢呃原版呢只能是玩 这个呃原版的话呢当然啊原版除了这个黄人不会玩啊就说白了玩的不好啊不是不会玩相反对于高手来说这个黄人很猛这个版本的最强的是红人红人的速通已经破纪录了啊他给我发了也是咱们的这个操作者叫我最爱的豆狗啊他给我了他给我的这个是什么呢是红人在35分钟以内就能通过你要知道啊 这个游戏真的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啊对吧你这个尤其是时间越怪越来越多对吧boss也是两个小兵也是乘以二倍然后呢再是EV4的这个这个这个版本好可以看到这个一条大河波浪宽上跑飞机下跑船3000鬼子来参观太狠了啊对对好一个炸 对嘞啊后翻身 这个必杀太太刀了啊像我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游戏如果说玩蓝人的话呢蓝人的拳脚他有个特别难的地方就是他可以一二然后第三点是啪啪两点他只有三点的啪啪两点他三点啪啪两点的时候强制你转身到身后啊一定要记住这个所以说最好是一接这个招或者一二接这个招如果打小兵你可以选择一二三但是呢 就没有招接了因为正常的小兵已经死了对吧大伙能理解吧当然这个版本呢其实如果就是不练那个Less Billy这招呢其实很多高手也能玩比如说玩这个小黄人不用特殊技也可以这个他的玩法呢他还进了一个比较赖的招啊就是进这个boss摆拳 最后一关boss如果摆拳的话可以无敌嘛就一二转身一二转身这么打但是呢如果说你要是不摆拳的话就得凭真本事呃或者说你像我们小时候玩赖就是抓住这种A两下然后再抓住A两下这种但这个版本你抓住A两下是完全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版本啊怪太多你时间是根本就不够啊就即便你选小绿人啊很多人我跟大伙讲啊 就小绿人在这个版本当中呢也依然不弱啊很多人说啊那这个版本为什么很少人玩小绿人是因为小绿人呢他如果要是咱们那个spot skin然后旋风然后spot skin啊如果你这么玩再见拜拜吧因为呢你时间会不够的真不够怎么才能够呢顺电跳起来AB上下跳啊而且你要打的主人跳起来AB就是你跳起来AB他会原地而飞一下 然后这时候马上就spot skin就是一个雷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时间是够要不然时间不够那对于新手来说你顺电啊你就不用说了吧啊当然了顺电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加强版怎么叫加强版啊跟大家说讲加强版的顺电是什么呢加强版的顺电是你粘强跳上粘强直接就可以但是呢这种对于新手来说 那更难了啊你像我顺跳起来AB那个还能简单一点但是这个他年强顺电这个对于新手来说那简直是噩梦般的操作懂吧懂我的意思吧啊但是猎人一命也有你像这个咱们这个高手呢是这么跟我说的说那个瓦郎我新破了一个红人的速度记录我给你啊我说好啊就这个我最爱的豆豆然后他说哎我这个是破记录了 我说厉害厉害厉害然后他说其实蓝人呢我看你没做蓝人蓝人也有一命不是蓝人一命啊我说那蓝人一命行啊简单啊我说这个这个太好了蓝人一命很多人都不会玩蓝人对吧就好多人看高手玩红人玩黄人都看过了不知道蓝人是吧然后呢我就问那我就绿人有没有绿人也有不过绿人太无聊了就是就是他的意思就是绿人太简单了 因为他太怎么说呢啊他的简单就因为他会顺电嘛对吧他的意思他会顺电那你说会顺电呢那他可能觉得就顺电无所谓因为因为他觉得简单是因为他会顺电他玩的好啊对吧那这东西就好比很多人问那个说三国战技说三国战技五进一臂或者说是什么什么单秒十十六什么的他说简单啊然后你会说什么简单什么叫简单 三国战技无伤简不简单然后人家小李仔说了简单啊三国战技无伤还是蛮简单的我觉得如果是六进的话还是有点难度你像对于这种高手的这个凯尔赛装逼啊咱就没法说你知道吧就没法说这个事儿逼逼来来就是啊就说起来就是我跟你说他就是没挨过毒的真是啊碰到他这种像这种高手就但凡他觉得自己玩什么忍者棒球啊什么三国战技玩的好了哎你就不能让他 玩这个游戏了你就得让他玩西游诗歌传了哎恰巧他西游诗歌传玩的也好那就不能让他玩西游诗歌传了让他玩啥玩那个PC游戏让他玩逃生让他玩甜蜜之家甜蜜的家啊什么什么的哎你得吓唬他了就精神攻击了啊你这这这这这有有的人吧你就没法解释你像什么一语今生什么的哎呀这三国战技挺简单的呀天王天王一命这多简单啊你是我擦的吗就凡尔赛了你啥着碰到这种人你跟他说不服打拳 对吧你这这种没办法哎是就叫静约团什么的啊你这你点降临打击的那这这种这种这种没没招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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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一个雷 他这个有的时候吧 反应速度慢一点 也会挨打 你看起来好像他没挨揍啊 其实他也挨揍了 但他挨揍只费了那么一点血 这里面有的时候吧 费血是个谜 有的招打你 你会费丝血或者不费血 对吧 有的招是什么呢 就打你一下 费那么小半广 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好 一条大河波浪宽 好直接炸 一顿前前错 他这个也是特殊的这个操作 他这个就可以直接点第三下啊 你好比那个什么似的 黄人也一样 可以直接打最后一点 也可以对吧 你直接打最后一点 这个挺赖的 特殊技 好直接好后翻身 哎呦 这个一个大嘴唇子 这个一个大嘴唇子是确实狠啊 说白了 他玩的其实属于是偏这 偏这种这个 这个套路行 其实如果是想打 他可以玩赖啊 你像我说的 如果玩赖的话 就这哎 就BSD 然后呢 直接就是一个 对吧 一个这个 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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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登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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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招 这招 就是无敌的嘛 啊 很多人说他这么打着没有血的就太难了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 因为你只要一直 DSB呢 对吧 你就可以赢 你就可以直接 你懂的 他是选择摁住A 然后跳的第一时间 按DSB呢 啊 有一个 你看 这么个东西 这招 这就是我说的啊 新手 你只要把这招练会了 相反啊 我我我感觉 这招还真不是像大家会想象中那么难 就是你主要是后下前跳啊 他不是下前跳 把后下前跳练好了 他就 一 DSB呢 然后李玉打铁 你 你首先保证自己是无敌的 如果说你玩原版的话 你就 你就用这招 你就赖就完事了 对吧 很多人说 能我练DSB呢 的时候不能挨打吗 也有 有的BOSS会嗑到你啊 有的BOSS偶尔会嗑到你 比如说像 那个 像那个 那个 第三关的那个 赌波机 或者说是那个 牛头 有的时候向上的那个发那个浑身发剑啊 那种啊 就是 就是我说的剑是那个真的是物理上那个剑啊 就这种 但是呢 也并没有像大家伙想象中的 反正高手玩什么 他都简单 就好比咱们说DSB呢 这招 说白了 你像玩原版 那 所有人都可以进特殊技 什么都不用 就用 Aaa Aaa 123 123 123 就能过关 就能过关 你咋整 这招不是无敌啊 这招那个鲤鱼大挺是无敌的 在空中 这个鲤鱼大挺 从头到尾都是无敌的 但是他那个飞过去 这招不行 你飞过去这招不行 飞过去这招有的时候会被打 包括像那个第六关 也就是倒数第二关的那个狗 那个狗可以咬你 那个狗可以咬你啊 但是呢 因为你 如果你打到目标的话 你就无敌 你不是不是无敌啊 你就不会被打 但是呢 你没打到目标呢 他会特别快 他就 DFB呢 就玩活 根本就不是说 因为他那个 你跳起来 那个冲杆 那个大肠棍 没有打到怪 所以说他没有打到怪 他会瞬间就扔一个雷出来 所以说给你的反应速度很快 你瞬间就马上在空中落地 去摇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这个叫做 这个鲤鱼大挺 就无敌 跳 好 直接一顿压 好 这个地方 由于补血的 这个还是比较多 其实我个人感觉 蓝人的这个 这个技能呢 蓝人的技能啊 我跟大家会讲一下 绿人的技能 其实是最面的 他是属于伤害又不高的情况下 然后呢 他还快 他还快 这点就不好掌握 红人必杀呢 就是对吧 红人的必杀呢 跟黄人的必杀看起来差不多 但红人必杀 还能把怪先圈到一起 当然伤害 根本就谈不上 就相当于没有吧 就不用管他了啊 就不用管他了 但是呢 黄人的就非常使得 跳起来 蹦蹦蹦蹦蹦 然后地鞋全是岩浆 砰一下 就感觉贼过瘾 能控怪 但是呢 这个蓝人呢 就挺刀的 蓝人的必杀呢 他相反啊 他单个的伤害不高 但是呢 他持续高 这个呢 有助于你轻小兵 对吧 有助于你轻小兵 但是呢 又没有那么厉害 对吧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刚出来的怪 可能被打一下打不死 打一下是打不死的 所以这点很难 哎呀 十七哥来了 好了 等他come on 好 等他come on 然后前跑 直接全托死 这四个挺难打 说白了 但是呢 这四个可以直接托死 就无所谓 十七哥又杜如了 但是今天 今天先是一手王者 然后开了一手船 被嫂嫂直接干死了 伤心了 然后猪哥 直接安排了一手 战国传承 然后保底两飞 结果给了三飞 就不多说了 大家会心里有数 这都是孩子不容易 所以说仅仅是因为不容易 哎 猜这个啥的 然后呢 我跟你讲啊 天王一命 还是遥遥无期 想都不用想 天王一命 就是扯住了 哎呀呀 死怕 可以脱怪 是啊 这个怪 好多怪都可以脱 这个是最典型的 因为这个他会练 come on 就是伸出一个宝子 然后咔咔咔咔 往前推 他练这招 因为他本身 这个怪是会移动的 所以说你可以把他直接拖走 这个就是可以拖怪的啊 杀手打出来都不算 我感觉杀手也打不出来了 太难了 想打出来感觉太难了 好 哎哟我 这一个拳雷打 你看 我想问一下兄弟们啊 这个因为我不太懂 咱们国家普及这个 普及这个棒球什么的啊 确实是 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少 就甚至就没有人玩啊 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 他不像说日本吗 这个美国 我想问一下 拳雷打是什么意思 这个本雷打又是什么意思 困难一命三飞 一避两飞 咱也慢慢来 一会打一个困难难度的吧 行 一会我们这个结束之后 啊 美国的三大体育运动吧 台名第一的应该是那个橄榄球 超级碗 是吧 这个 然后呢 这个第二是这个棒球 第三才是这个篮球 我记得应该是这样吧 对吧 本雷打是官方称呼 全雷打是民间称呼 他俩是一个东西是吗 他俩是一个东西 棒球地势的碗里的食物是啥 你说哪个食物 有挺多的食物啊 这个游戏 好多种毒血 反正我知道橄榄球在美国是排名第一的 哎呦 这个棒球 这棒球是顺拐啊 我想问一下冰球是可以打架的是吗 我是去年才知道 我是去年才知道的 说什么冰球 是甚至可以 可以互相 互相打 就是 我不太懂啊 这我也说不清楚啊 那个橄榄球呢 就是虽然说也是那个可以各种 就没有说什么犯规意义 那也有犯规啊 就是但是 但是也是可以咔咔干 但是我就说这个意思 橄榄球咔咔干 我就想说 那你说 那个拳皇里那个 对吧 那个 那个败人 我是说 真的 如果橄榄球 就那个大升榜啊 我想问一下 如果一个两米 一个两米 两米 快两米一一的大个子 然后虎贝雄游 三百六七十斤 然后呢 结果呢 留有氧运动链的还好 跑的还不慢呢 你说这种人 是不是老猛了 这种人啊 我就说这个意思啊 这个幽灵南瓜 直接被A死了 我说的橄榄球 很多选手都这样 我就说这个意思 身高两米一 体重三百三百四三百五 跑的还挺快 人家百米能跑 能跑十二秒 我不知道大家伙 能不能理解我说的 这种人 天神下凡 一会儿这有一堆 你看 这里面有很多食物啊 这个刀叉里面 就是应该是 是法式大餐 苹果 这里面那个 有点像泥秀鱼 那个鱼是什么东西 那个到底是 啪哲啪哲啪哲 这个是什么 是鱼吗 这个 什么鱼啊 有点 整不了啊 两米一百啊 你说 也就是说三百 三百 三百斤以内 好 好 我说十二秒多 不是十二秒以内 兄弟们 都是十二秒以内 十二秒以内 能这么变态了 好吧 我说的是十二秒多 就十三秒以内 不是 不是 这个意思 慢 鱼 是吧 这毕竟是双boss 就是双boss 这加上一为四 有的时候 boss边上是有小兵的 就是挺难啊 好 一会儿 咱俩一会儿说一下啊 一会儿番茄哥 呃 一会儿番茄哥 安排 盾南 南部 孔雾游轮 鱼银三 一臂二 反正我就想说啊 我说这个 我说这个奥尼尔 奥尼尔是挺高的 但是奥尼尔跟姚明这么站一块 总感觉奥尼尔也 也就矮了那么一小点 你知道吗 就是我说的咱一小点 是咱们这么看一小点 但是你要看照片 反正少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奥尼尔打得过泰森了 这 这 这么说啊 这 这种 分规则 你要照这么说 那有个人拿手枪 那你谁也打不过啊 对不对 但你要说打拳击 或者说就就纯是 对吧 无规则的干 那不一定 就无规则的干啊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但你要说打拳击 或者散打什么的 那 你职业运动员 是吧 你看那 我记得奥尼尔还参加过那个WWC 但是 但是那个 我一直都认为 它是一个表演的节目啊 我不知道啊 大家 觉不觉得那是个表演的节目 嗯 啊 WWE 啊 这个WWC了 是什么玩意儿 用捅的几下 有没有伤害 有 一丝 啊 一丝伤害 你可以说没有 但是是有的 啊 因为你拿这个来打伤害 你想打死一个boss 永远不炸最后底下 你想打死一个boss 我估计得用好 得用几 好 得 90秒 可能不太够 我感觉 但是呢 他这个秒数时间 你也看到了啊 比正常的秒数时间要慢 这个游戏还是不差时间的啊 就是 但是呢 所以说最后一关 为什么差时间呢 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是这些时间 啊 啊 啊 这个泰森跟奥尼尔 他俩也不是一个级别的呀 你泰森是重量级 奥尼尔是超重量级的 你这就不一样了啊 我看全机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那个 这个重量级 重量级的什么呢 他又有技巧 又能KO对手 好看 你像那种轻量级 那种轻量级的吧 砰砰砰给人打倒了 KO了 人家站起来了 才判说没事吧 没事 啊 一场比赛双方互相KO好几次 但是很多人说KO的定义是打完站不起来了 那叫KO也没毛病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打倒 你重量级别 有的时候你打倒啊 百分这么说吧 就是得有 你打倒三次对吧 至少得有一次 如果他就起不来了 啊 就起不来了 就就就你就倒了 再见了 你但是你轻量级的 你你打着打着 卡给人打倒了 立马就一个毁滴一下 立马就站起来了 没事没事 没事 这就不用毒秒 不跟你扯 知道吧 那超重量级 超重量级 一旦打倒了 那就 再这样吧 啊 重量级最起码你 这就是重量级是个什么 你如果是超重量级 你如果说真是一拳给人打倒 那就起不来 你重量级 对吧 你最起码往多了说一半一半 往少都说三分之一 你站不起来 对吧 有的时候还能看一看 但你但你超重量级 这我就是我家老爷子喜欢看这个 喜欢看这个拳击 每到星期天 中午啊都看这个拳击比赛 一到这个超重量级的时候啊 就有这种选手啊 个儿呢 也不矮 但是肯定比对面呢 要稍微的矮一点 就是有个选手叫啥我忘了 如果形容啊 这个人就就有一招 王八大拳 就我们小时候打架 就就就就 哎 就是王八拳 就这个人 他胖 他没有体力 你知道吗 他就是说什么呢 他虽然说也锻炼 但是呢 他实在是太胖了 他就是卡 就就就就滑了 但是他 你就他打人 他主要消耗体力 是自身的消耗 他并不是说被人打的消耗了 哎 你就好比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跟一个大胖子 非专业的运动员打 你只要跑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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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是摆 他要是想追你 他追 他追不上你 你可以说怎么样 他不敢追我吧 他要是追你 你俩跑个五公里 他不用五公里啊 就那种 比如咱说 200斤的胖子 包括那个 要不爬山 你咱 比如说咱150斤 人200斤 对吧 或者人200 250斤 你跟他打 那打不过他 对吧 咱都不是专业的运动员 也不是体育 也不是说什么 拳击运动员啊 咱就正常人 你打不过他吧 跑 你追我 跑个两三公里 你除非你是不追了 对吧 你追我 如果你追到我 我就 让你KKK 对不对 但是呢 你 当你 一旦你想追我 追到后期的时候 不好意思啊 你可能连打我的力气 都没有了 真的 你连打我的力气 都没有了 你还 你就 直接就 直接就 就这样了 知道吧 当然啊 咱不得不承认啊 专业的运动员 人就算是胖 人也照样 是可以跑 你未必跑得过 咱俩才说这个意思 如果不是 专业运动员 那个人的 王八大拳 就这个 王八大拳 知道吧 就这个 就 你不好防 他就跟你玩命了 就是 第一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 打完之后 这个人 就像我刚才说 然后教练就会说 你怎么今天 这么快就不行了 然后呢 昨天有个辣妹 昨天 你看 我跟他闻了个身 闻到我这儿了 这是我第13个女朋友 昨天我闻了 今天就这个了 累不行了 但是呢 你让他 这么 修你一下 你倒了 你可能说 那他也是大胖子 他也倒吧 超重量级就是这样的 就可能 一打就倒 也没意思 对吧 然后呢 干打倒了 不倒 或者倒了 就站起来 最后拼点数 然后 这也没意思 对吧 就点是那种 有悬念的 有意思 但是呢 后来 这重量级吧 随着像 咱们最开始说 泰森 往后 霍利菲尔德 还有很多 对吧 这个职业选手 比泰森 在技巧上 就是要 利用规则上 要比泰森 要玩的好 这泰森 牛逼是哪的 泰森 泰森吧 他虽然说 他咬耳朵 但是呢 他是 他就鸡了 他这人 虽然说 也狗啊 咱不都不承认啊 对吧 我们都说 泰森的弟弟 什么的 但是呢 这泰森呢 他说真是在 这个拳击竞技上 他还稍微 还 说白 他不归 你知道吧 他不跟你玩太赖 他不像那些人 一打就爆了 就是打着打着 打着爆起来 这个事吧 他是规则 就是所限 规则上是有这个招 但是你 你打着打着 就爆起来了 你看着 这真是 对吧 你看着 你 哎呀 好 你看着 哇 这个速度 点慢了 他点慢了 他刚开始没点 他刚开始没按住 刚开始按住的话 就是在7秒 在还剩7秒钟左右的时候 就能把这个点 还差一个比目人头 又要冲三星了 是吧 相反 我感觉什么呢 我感觉就是 有的时候 老天也是赏饭吃的 其实 就是现在 有很多人 喜欢玩 这个拳击 对吧 拳击这个呢 咱们必须 有点承认 在同等身体 条件之下 对吧 这个包括反应速度 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说白了 都有天赋 或者都没天赋 那就是靠练 靠练 靠看谁 更自律一些 包括技巧 什么的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有的人 先天性 对吧 对吧 你250斤 我250斤 然后呢 我呢 肌肉也 体质率 也低 也发达 你个儿比我矮 你双臂比我短 咱俩打拳击 对吧 就好比刚才我玩战国传承似的 那 那我打他 我打他 打不着 他打我 他能打到 他攻击距离比我远 这个很伤啊 但是呢 个子矮有矮的好处 不有那句话吗 说个子比人矮 愿意给人当上矮 吧 我说这个意思啊 个子矮 他灵活 对吧 他可以 可以 可以 他还灵活一点 但是呢 人家也不 也不是不灵活 你只能说 你灵再灵活 对吧 你好比咱们现在玩这个人者棒球 小绿人就是灵活的代表 对吧 对吧 小黄人呢 就是力量性的代表 蓝人呢 是攻击距离上 按钮比红人综合 你看 这都是这个配合 这都是这个配合 这没毛病啊 但是 但是我跟大家讲啊 这个 其实相反的 打这个拳黄这个游戏呢 咱们就说吧 你们会去 你们觉得拳黄是什么游戏 我告诉你们 拳黄其实 偏智力型 我跟大家讲 拳黄是偏智力型 很多人说 那他智商比我高就能玩呢 我说的这个智力啊 是相当于 这种智力 就是 你把这个打拳黄的这个理念 用到拳击上 也可以 但是呢 因为咱们的这个拳黄的这个 这个游戏呢 就是说你像你泰森 你永远你只能修炼 符合你自己的这个身高必长的打法 你选不了别人 你像有的人选大门选 选那个大猪 对吧 你选不了 你对吧 你拳黄就可以选 你像何时最开始玩龙二 玩什么的 玩草地精的 利亚纳他都玩了 但后来呢 人家觉得还是选巴赫门 他偶尔龙二也能玩 对吧 你像这个 你像这个 有的人玩这个玩那个 他玩包子 他不玩了呀 他知道包子没那么厉害呀 他玩西加社的 那就包王了 这一样啊 你不行了 我可以换啊 对不对 而且我修炼的 并不是说我的力量 我的什么什么奔跑速度 咱们都是数值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他套路呢 是格斗的套路 没毛病 但是呢 他还是偏智力一点的 看谁智力高一点 知道吧 熟练度高一点 好 这个就是相当于百拳了 兄弟们 但是呢 我说的近百拳 是最后一关的百拳 他前期必须点 这个清掉小兵 实战还是那个 陈鹤部是吧 陈鹤高是吧 那个人念 那个字念高是吧 那个人 太介绍了 太逗了 那个人太逗了 那个人给他的学生上课的 第一堂课都是讲行法 人家徒弟正硬 马井战绩 摆着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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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点学行法 他第一个徒弟是有战绩 他第二个徒弟是有战绩的 第二个徒弟坐牢了呀 第一个徒弟没坐牢啊 对吧 第一个徒弟人家 人家没坐牢 第二个徒弟 他那个 我跟你讲 他那个是啥的 你那个叫什么 陈鹤高 那个啊 陈鹤高的 你要那么说的话 那你不如给他个枪好了 对不对 你他的那个格斗技巧 他不跟你说了吗 对吧 能偷袭 你绝对不可能跟你正常打 对吧 能攻击你的要害 绝对不可能打你别的地方 不可能会有顾虑 一打就对对吧 最起码掏你个蛋 对不对 能用刀 对吧 绝对不用能用 对吧 他教你用剪刀吗 剪刀 剪刀 咱们正常剪刀 不都这么拿剪东西吗 他是拿两个手指头 卡住剪刀 那个地方捅 你知道吧 哎 他是这个 这个套路 对吧 你但是你说句实在话 那你知道这个说法 给你把枪好了 对吧 你叫你别说给枪了 那这样给你给枪干嘛呀 你给个原子弹 那这么一下杀 好几十万人 好几百万人 你还玩啥 对不对 这个人 这个人 是吧 所以说他那个 他那个流派就属于什么呢 他那个流派教你怎么 不被欺负 你知道吧 尤其是他那个门派 第一课 第一堂课学刑法 那是正常人 如果你是一个天生的精神病 不好意思啊 对吧 只要你耐得住寂寞 只要你确实是精神病 你可以啥也不用考虑 对吧 你这是玩赖了 属于是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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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是真不赢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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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哎呦哎呦 呸哎呦哎呦 哎呦你看这个 这个道具 这个大骷髅 真不赢啊 这大骷髅 好 哎呦哎呦这就是在逼哪啊 我跟你讲 没什么实用的 兄弟们 没什么实用的 你们记住 这个 你 咱们看那个精武英雄里吗 精武英雄里吗 这个李连杰 不跟这个 不跟这个 那个日本的那个 传越文夫 他不说了吗 对吧 说对吧 传越先生的 这个武功高强 是指他的武德高 对吧 而不是他的杀人伎俩 对吧 人家传越文夫说了 说想要打倒一个人 最简单的办法 是用手枪 对吧 是用手枪 那你这种情况下 那你还玩啥 是不是 这个咱说是 你要说什么实用的 什么综合战术 什么实用的 你要真实用 就别战术了 抄起家伙就干了 对吧 你边上有家伙 谁跟你玩散打 玩什么散打 我边上有个刀 对吧 我有个四十米长的大伤刀 我还跟你玩散打 我懂挖子进屎 我玩散打 真实用啊 没有啥实用的 抄起啥就是啥 板凳 对吧 这个什么什么 板钳子 板砖 能拿的啥就是啥 挑上来 没啥实不实用的 对不对 一粒相识会嘛 确实是啊 一粒相识会啊 人多 不一定管用 但是呢 说句实在话啊 这个 有的时候 还得是不用命 这一块 对吧 有的人还没打 他就怂了 好多那种 包括有好多人啊 我们看那个 洛阳性侵案 那个大伙看不看过 我不知道啊 那个电影里面讲的 那个电影 虽然说杜瓦听分很低啊 不是很好看 但里面讲的很有意思 演技呢 也还可以 这个演技是啥呢 就是 就是传说中 就是 哎 就是斯德哥尔摩的综合症了 哎 就对这个女的离不开了 对这个女的 好像反而离不开 那个囚禁的那个男的了 争锋失速了 这个男的 结果就联合另外一个 就就就把这个女的 就装进麻袋 就活活打死了 但是这个怎么装进麻袋的呢 怎么装进的麻袋呢 就直接拿了个麻袋 来 你钻进去 这个女的边哭 边哭边 我不见 我不见 然后自己钻进去 然后活活被打死 那你说这种 就说白了 你 你 你都知道自己已死了 我猫猫鸡了 那你 那又能怎么样 你说说男的 这个事啊 就你 他已经丧失斗志了 没办法啊 对吧 你如果说就 你会武功 你比我高 我比我强 你打我 你得用个机位 我就 我不行 我装俗 我下跪磕头 叫爷叫爸爸 回头我就咬你 我直接往你脖上咬 能有多大劲 我真事 就直接 你就感觉 你就在啃 就你 你可能啃了一个 800年 不啃的牛板鸡 那么那么狠 你直接就开始啃 你就不把他 当成一个牛板鸡 啃 就你肯定会说 他真正高手 不会让你记你身 他如果对你 心存怜悯 或者说是觉得 想给你装飞 因为话好 坏人死 就话多嘛 他会跟你说 他会跟你说 咱们的小狼 不牛逼了 不装逼了 我说不牛逼了 不装逼了 对不对 回头我就给你 给你来一口 直接我就咬死你 对吧 你武功再高 我告诉你 就不要怕 我告诉你 对吧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要怕 对吧 你如果真到 那个 那个 那个结果眼上 你就整就干了 那你还扯啥呀 对不对 你真 咱说这个意思啊 都已经骑到 你脖上拉屎了 还怪你要直 好 有补啊 没事 这有个大补 虽然说大补 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你要等 你看这些小兵 这个小兵还没出来 那这个boss就死呀 那个大烤鸭 你说烤鸭也行 对呀 所以说有的时候 学这个军队的 这种暗杀术挺厉害的 什么叫军队暗杀术啊 比如说拳皇里的怒队 哈蒂伦 这个 对吧 好 你这就摆拳了 大哥 其实这也不叫摆拳 这个叫丘柱 相当于丘柱怪了 但是20多秒钟 怎么打 不好打啊 你看那个 如果说是杀人计量 那你 你如果军队里呢 是不是 当然我们之前也谈过啊 很多国际上的这种 就是如果说发生 战争了 说的 有几个 这个规则啊 是可能说都得遵守 什么什么公约 我也不太清楚啊 大概就是什么 散兵不能 不能这个 他在降落的时候 咱们不能使 拿枪射的啊 这是 好像有这么个说法 然后不能用一些 什么白鳞蛋 啊 当然 核武器 那肯定也是有说法 对吧 比如说核武器 那肯定呢 杀人计 杀人计就很简单啊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啊 譬如说啊 就是一下就直接就是攻击你的要害 或者说是直接就拿匕首 啊 包括像这个 比如说像什么 铁头断头台 对吧 抓好机会 拿腿一固定 他全身直接把一个反关节剂 一个断头台 就像咱们说的什么 MMA似的啊 对吧 十字步什么的啊 这种 瞬间就是 我我看 当时我记得看那个鹿顶记也是啊 对吧 只伤不杀 就是快速让敌方失去战斗力的方式 而不是想把敌方干掉的方式也可以 分情况 当然你一刀封猴 这种好不好使 也好使 对吧 也好使 对吧 你比如说你直接 从后面一偷袭 拿刀 啪 往脖子上一捅 那三棱刀捅进去 那这个人还玩啊 再见了直接就 好 随着我给这 叮叮巴巴的 这个boss直接被他捅死了 他这个蓝人 秋住了啊 好像是真的是蓝人点秋 如果蓝人不秋的话 时间不太够 总体来讲呢 我以为他那啥啊 那时候我就整错了 他那个 他那个什么啊 他那个 他那个速通红人和黄人 他那个 绿人没秋 好的 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